圆林政公所与圆林国际青年商会合办 2015圆林蜀葵花观光文化祭亲子园友会 4日在圆林南区公园热闹开幕 彰化县长魏明谷 圆林政长张景坤 圆林国际青商会长施永哲与县议员刘慧娟 赖泽明等贵宾与会 和大批游客一同躺杨花海 天气到阳热 所以很多小伙议 今年都盛开百发齐放 什么黄荫木 什么木木棉花 还有现在我们来看赖水花花 今天管政府与圆林政公所与全商会议办 今天的水花花纸 先问说我们这里的 希望大家放棄到普老西幼来参加今天亲子的活动 这个活动 大家的藏目带来了很大的测证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 在丁年就找不到 我们的张秀新代表说 没关系南区公囊 他有三分我 我要先唱完 所以说 有这个热音之后 最好把这个输家的方法 在我们的南区公囊 第一次来给它种植 在这个过程 我们公社 我们文化科丹克厂也很辛苦 因为我们本来在我们公囊 头前的七庆 七庆一年 七庞说我们的花生长期 还要怎么照顾 才可以给蜀桂花照顾好 所以说我们这次蜀桂花 能够够得这么漂亮 我们也要感谢爱嘉辈的 我们的黄坚农理事长 他真的用心 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最好的 有机会把它开下去 所以说花整个特别漂亮 又大了特别近 这项活动同时举办蜀桂花摄影 国小写生比赛 以及地方小吃的美食展 魏县长由张镇长陪同 欣赏广达1500多瓶的 蜀桂花田 并与赏花民众亲切互动 魏县长表示 县府正在着手规划 四季赏花地图 结合县内花卉与观光产业 行销彰化各地特色 让彰化的花卉与赏花季 名阳果季 公益频道张华允 原林采访报导